开始了 欢迎大家来到OT对战EDG的第一局 这边OT还是先手一手办的赛啦 要看一下EDG这一边是要办哪一个 我觉得对了 是的刚想说左一直接就办掉了 左一这边的话优先级相当的高啊 好像现在拿出来都没有一个队伍是输的 是吧 我们这个联赛 要看一下下一手是要出什么英雄呢 我觉得如果说是边单位的话建模建机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建模跟建计 先搬了一手剩 像卡马这种其实比较百搭的 对吧 其实有些时候你建模没了卡马 也没有那么好打 所以说卡马也可以考虑一下上半位 当然了猫咪的优先级也是更加的高啊 在前几天东南亚的比赛上面也见到过猫咪 配青钢瘾或者配一个建模 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很难处理 哎这边OT第三手是选择办掉了格温 反而把建计 那当然格温很猛嘛 是的 还有建模放出来了啊 那也是因为小张的一个上单的一个格温非常的猛 那反手一地区还是把建计给摁掉 看一下OT一楼选谁啊 刚才瞎子玩的不错 先把建模拿了 是的 那这边要不要反手卡马加泰坦直接抢 看下一地区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选择跟应对 主统 主统卡马 卡马感觉能猜一猜 是的 直接了卡马可以猜的 看一下小张会不会亮一下这个上单有能 我印象非常深刻小张在比赛里面第一次掏上单有能就是小张套出来 印象非常深刻那局打个0-7吧 但是后面也掏过几次 然后就一次比一次好 是的 哈哈哈 但是这边是家里套 这边是家里套 永恩而且也是小油跟小张都独练度很高 在这两天 自从 大家有队伍套了出来 然后输了那两三局之后 大家都 懒得 懒得看这个英雄了 是的 炸弹 炸弹 感觉OT 这个队伍 还蛮喜欢炸弹 刚才那局打的还可以 对的 没有问题 后期后期他的伤害起来了 一个大炸下去 那个哲力差不多差一点死了 都已经去了三分之二的血量 奥拉夫 阿拉夫 毕竟有个卡满 可以打吗 是的 看个大招追着被砍 看一下EDG要不要尊重一手 把那个虾子给进 刚才打的还蛮好的 结 把结尽了 然后EDG是不是自己也想玩传统射手 那这个卡满是游戏中路吗 甚至感觉可能是四楼先选上单 你敢选罗西安 哎 刚才哲力打罗西安 有效果 对吧 然后我也学一下 我们就很可能 应该拿 我觉得OT第四手的话 因为他有建模了吗 我觉得还是考虑 能补一手 可以创造一个环境的 或者宝牌 布隆你觉得怎么样 不用说布隆 因为 大家有加利奥了 对的 有加利奥了 然后这边 你看进了两个刺客 想玩传统射手 是的 因为卡马是不怎么怕这两个一种 确实是 有没有可能出个卡卡丁 我肯定也可以 打炸弹机卡卡丁挺好 是的 无相对进掉了 哈哈哈 换个思路 也可以 换个思路 要不要先出上单 让中单来一手摇摆位 金刚眼 你看先出上单 可以 小张的青肝影还是蛮强的 是的 最强的几个之一吧 就具体谁是最强 你看状态 但是 他的这个青肝影的分带 确实是 经常给到对面特别大的压力 飞机 哎 这就真可以出卡卡丁 我觉得 对面的 不定吗 左边双一皮 要配上一个武器上单 武器打青安影 是的 要不就卡拉丁 这局左边没有人能现在卡拉丁的 确实是 - 勇恩,小张的勇恩吗?还是龙哥的? - 应该是小游的勇恩 - 但有个问题,到时候别人分带对线的话,无论勇恩也好,打这个武器不会特别舒服 - 这局我有考虑他们会不会出勇恩,但是这时候勇恩选出来更多是一个,怎么说得看个人发挥的一个选择了,他不是一个特别好一起配合联动起来的因子 - 是的,而且勇恩的话前期发育的周期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也是 - 勇恩跟酒桶的搭配不算特别舒服 - 跟卡玛搭还行,跟卡玛搭还可以 - 是的 - 但往往其实我们在看比赛里面,很少人看到什么先卡玛大招,然后勇恩再接大 - 一般都是勇恩先接大,为什么呢? - 因为卡玛里如果放大,别人肯定要躲出圈了 - 没有那么多机会让你真的一下拉了好几个,然后给勇恩接大 - 这种情况是挺早见的 - 特别感觉这个Q了的这个武器任务很重啊,他要肥起来,小张也好,小游也好,这个清干瘾跟勇恩啊,都不是很好跟这个武器去对着发育的 - 是的 - 而且阿拉夫来想帮忙也不一定好杀死这个武器 - 还有第一波支援团 - 进入到我们那个比赛见面了 - 而且小游的勇恩其实我有印象的,我是因为上一届的传说杯EDG也有参加嘛 - 我那时候一直在夸小游的勇恩在杯赛里面特别强 - 然后到WL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一直觉得阿拉勇恩觉得他挺,应该会很厉害 - 但是其实在WL的时候他的勇恩发挥是,不是特别好的 - 然后甚至大幕就在,观众就在说,啊这就得说打得很好的勇恩 - 但是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后面我记得他套了五六局的勇恩 - 但是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 但是感觉得到每局都在越来越有用嘛 - 但我记得好像那段时间是换了一下,是小张打了一次 - 好像是换了小张打勇恩吧,我好像记得有一次 - 没有就一次,但是更多都是小游在打 - 这波又是被抓到了,但两边都互相做了事情嘛 - 是的 - 建模单吃肚成 - 但这边吃完肚成之后,自己血量被打了点低 - 但反正现在我们这传说杯也是杯赛嘛,对吧 - 杯赛,杯赛的小游泳呢,应该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 完全可以相信的 - 我就记得上一届传说杯小游泳的那个勇恩特别秀 - 给奥拉夫这波反野啊,直接被逼了个闪现 - 看一下今天这个比赛,看一下他的勇恩能不能再休息 - 但我打起来了,武器的血量已经被打了一半 - 想包,但是后面下来的飞机已经过来了 - 导播看一下上路,在月塔了 - 诶 - 诶 - 勇恩面对到5T的这个反击风暴出没什么办法 - 九统的一丝卷没死啊,勇恩真的不好走了啦 - 勇恩是危险的啊 - 没了 - 加油,再次倒地 - 完了 - 加油 - 这个勇恩 - 开始 - 灵干扰开局 - 当然出砖是有所调整 - 因为一般可能 - 蒙安第一件做工资状呢 - 更多可能是想先做一个破败 - 或者做太阳刀啊什么的 - 但是感觉左边那个炸弹加飞机加加里奥 - 这么多AP的情况下 - 先出这个作为默认可能会更好 - 来这里,要死了呀,这个武器有点浪 - 轻干瘾拿到一个头 - 而且对位经济差 - 这武器拉的有点多 - 大家过来调调一下 - 九统赶紧先把这个剑魔给炸走 - 这波处理很聪明 - 是的 - 是的 - 那这边相对于说还算是可以了 - 这堆先做 - 这种情况如果一般下一次 - 先把这个加里奥给炸走的话 - 可能剑魔开个大面开个闪现 - 就追着过来砍这个酒桶 - 酒桶是没有闪现的 - 对 - 统然的聪明刀出来了 - 诶,但发现一个问题 - 为什么这个炸带人经济这么低 - 是哦 - 这死了一次,然后这下落可能一直被卡 - 摁在冰箱外面嘛 - 这是 - 看永恩死两次,经济还比较高 - 太大 - 太大 - 刹台人经历了什么在下落 - 可是刚刚转线的吧 - 都可能他才这么多 - 没说嘛,交过,然后利用反点 - 这波很细啊小刚 - 家里要能落下来,还硬杀 - 插一下,闪现躲掉,控制 - 酒桶来了,武器死了 - 这波好细 - 没问题 - 石头 - 利用勾锁的一个顶,眩晕 - 再加上大招,完美躲掉反面风暴 - 这时候可能小单跟小耳朵 - 没事,你慢慢刷 - 这只有我来队 - 再打龙了,看一下 - 这波青甘也还没到 - 这波青甘自己在打 - 先锋吗 - 还是的 - 没有没有,还要去上路 - 给上路兵线压力的 - 但奥拉夫自己有点落单了 - 酒桶发现这个问题 - 赶紧过来帮一下 - 赶紧过来帮一下 - 那他们也不敢来啊 - 对 - 永安这边的话也是没有线权的 - 哎 - 结果已经打掉了 - 这边要赶紧了,快一点 - 关注人 - 这里想杀酒桶,杀不掉 - 家里奥自己有闪现了,要把闪现走 - 先金身 - 现在我们看个大面了,杀酒桶 - 但是被闪现躲了,阿拉夫 - 哇,这一下,砍不动 - 但奥拉夫一直选,还是被杀了 - 清赶紧来了 - 大家关注 - 永安来得有点慢,来不了 - 这波 - 这波OT打得比上一局确实更好 - 再进步啊,这个队 - 状态来了 - 跟强队打,真的进步很快 - 简模刚才立拍下去 - 这好像炸点也蹭了一点伤害,阿拉夫直接半途 - 哦,清赶野 - 小张再次把飞机给单吃掉了 - 这现在这个对线是永恩打武器了 - 那真的就没法打 - 这对线只能就文经验 - 这里要包过来吗 - 家僚是没闪,没金身的 - 阿拉夫开 - 想冲 - 但是大招一直跌在手里面 - 算了,想想 - 还要拆上塔就行 - 这上面是过不来的 - 这边还敢来手吗 - 还敢来 - 我先魔补怕你 - 我有大,我的大灭,来 - 都回家了 - 没回家 - 没回家 - 还能再烧一波 - 诶,飞机可能要出事情了 - 导播看下上了 - 又微单杀了吗 - 导播没回家 - 还有个奥拉夫 - 没看到了,来了 - 什么呀 - 一出门又死一次了 - 这波以为小张走了 - 结果没走 - 玩了一波 - 脏的 - 是的 - 这飞机本来 - 跟青刚影差不多的 - 现在青刚影反超了呀 - 连死两次了 - 三干零的开局 - 然后连续被杀掉两次 - 很难受 - 这波家里要不得不去上路帮忙了 - 因为不然的话 - 一打一的话 - 感觉这青刚影响随便杀了这个飞机啊 - 坐了个眼 - 感觉一打二都不是麻烦 - 感觉一打二 - 反正上来提醒一下 - 这两个都是AP伤害呀 - 就青刚影响随便杀了 - 把这个被动的护盾给叠出来 - 也不是很怕这个飞机的消耗 - 水桶来了,看一眼 - 继续给你这个 - 哎,这边的话 - 逮到一个后排 - 卡马这里 - 直接被打死了 - 但这里 - 下条落死了 - 倒下来家里要可能要死啊 - 大胆这AOE大了不错 - 永恩来了 - 看一下永恩 - 过来先弹剑魔 - 再掌风 - 大招伤害不够啊 - 有点刮永恩 - 而且这波过来的情况下 - 武器是没有压力的 - 下路人把塔呀 - 这波很伤 - 卡马怎么没交散线走呢 - 看到剑魔的时候 - 他以为 - 他还能贴脸就是 - 勾引剑魔 - 再打他一伙 - 但没想到这剑魔胖胖 - 两下就给他直接打残了 - 他都没法赢过来 - 是的 - 他都没有产现 - 是完全能走的呀 - 是的 - 我感觉有点亏啊 - 我觉得EDG - 这也不觉得亏 - 说实话 - 下路贾克斯还在带的 - 别看他现在零杆耳杆里 - 这经济已经追回来不少了 - 他这个经济足够让他去跟永恩 - 永恩就不用说了 - 甚至可以跟青岸区对着带了 - 甚至可以跟青岸区对着带了 - 先锋马上刷看一下 - 现在最惨的是这个永恩 - 两件他都没有好 - 简魔开大面 - 直接就来找一个卡马 - 这卡马这波是有闪现的 - 有点没骗掉了 - 很想杀这卡马 - 这卡马闪现拉开 - 看一下这波团子 - 被大包分割的位置还可以 - 这永恩这个大招式 - 空掉了 - 看一下先锋 - 武器拿到了 - 但这波加了应该要死了 - 这波加了应该要死了 - 武器活不了 - 还要打吧武器 - 能打能打能打 - 这波一定就要追 - 炸的人的话 - 这波肯定也活不下来 - 轻敢随便追了 - 弓箱 - 弓箱 - 刮一下再一脚 - 还要交散 - 求生医院特别的强 - 但这能活得下来嘛 - 三个壮汉一起追 - 能活下来呢 - 是医学奇迹的 - 这波主要是剑魔点上头了 - 它想着刚才我杀了一波卡马 - 你是不是没闪现的呀 - 它可能没算好 - 这波如果卡马没闪 - 它先手秒 - 这卡马是 - 我觉得决策是没问题 - 但是 - 别人等你过来 - 先给你链子链住 - 然后产线拉开 - 剑魔直接被 - 被拉死麻了 - 这也是 - 为什么说卡马克制剑魔的一个原因 - 看下这波小龙团 - 又是一波五元暴谈的局 - 啊 - 无限 - 但是 - 永恩打他伤害挺有限的 - 打人手是自己的 - 磅子很痛 - 只要是永恩的一技能 - 算是平A嘛 - 然后武器该反击风发 - 它是没法打伤害的 - 动手来了 - 这边直接要开 - 爱的就交掉 - 随便秒了 - 这招待人啥都没干 - 直接死了 - 对 - 武器还没到啊 - 武器超过抢招后 - 但是 - 队员已经死完了 - 找到一个 - 但是有风了 - 谁走 - 这边 - 还要被打死了 - 但是 - 哎 - 这边抢到了 - 哇 - 可以 - 轻干尹正好想去补现的 - 没想到这波这么能打 - 武器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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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打 - 哇 - 轻干尹 - 轻干尹 - 这波里面行不行啊 - 好像OK的他要走 - 然后发现又不OK - 又跑回来 - 这波 - 贾克斯跟剑魔两个 - 对 - 就是主了呀 - 而且这条龙拿了 - 没有三龙的压力 - 这个武器带的会很爽啊 - 先锋还是武器的 - 它还没撞了 - 这个先锋 - 哇 - 这武器刚刚烂一波太帅了 - 这局感觉打到后面 - 最大的 - 最大的 - 这个看点就是 - 你得看这个 - 4-0的这个轻干尹 - 能不能在中后期 - 摁住他这个 - 这个3-4的武器了 - 因为本来别人这个英雄有 - 就是对着你轻干尹 - 就是有优势的 - 不知道现在 - 小张能不能摁得住了 - 这靠 - 靠永恩肯定摁不住 - 这条单带线必须得轻干尹去的 - 下路要不要还成PK一下 - 试一下伤害 - 打波看一下下路 - 还是有点还是有点怂 - 这波武器也不是很敢打 - 飞机那里带的这么深 - 要被包了飞机那个位置 - 看一下 - 飞机走到了一个 - 飞机走到了一个 - 这边有大包战 - 这边有大包战 - 到底水包水 - 再要包分割一下 - 家里要落下来 - 这波还可以卡码水量很低 - 要打吗 - 这波应该不打了 - 青甘影来了 - 直接靠的是剑膜 - 武器反手过来 - 限制青甘影 - 青甘影直接被打残 - 小战这波没有什么状态了 - 飞机的水量还可以 - 武器跳进来 - 青甘影怎么说 - 是不是要被烫死了 - 有个盾 - 救了一下 - 没死了 - 感觉不对劲了 - 青甘影 - 这有 EDG 这边 - 感觉我这个团队打起来 - 好像真没那么好打了 - 现在 - 知道 - 这个武器发挥的真的很好 - 有没有发现 - 乖乖 - 这个小战可能想 - 我亲爱你这么肥 - 跳进来 - 被你武器拍两下 - 我直接被打打跑了 - 自己都懵了 - 不太对位了 - 现在 - 现在 - 这种情况 - 已经不是他们 - 我逮的诺达 - 我把你开起来 - 团队赢了 - 不是这种情况 - 了 - 所以他们的开船得慎重了 - 开始 - 是的 - 这种情况 - 这种情况 - 这种情况 - 已经不是他们 - 第三波 - 第三波 - 第三条龙的话 - 甚至OT可以考虑要不要打 - 武器这个地方要被包了 - 武器要被包了 - 这家里要 - 大招还没好 - 差一点 - 看到人了 - 直接闪见走 - 知道里有人来 - 家聊大招 - 好了 - 要不落下来就 - 来了来了 - 家聊落下来了 - 这不要反打了吗 - 武器先被打死 - 但这边大人来的有点慢 - 这边倒两个了 - 天魔来了 - 天魔开始大面过来了 - 但是好像一个人没砍到 - 反而是被有人空起来 - 天魔这里交了个 - 今生的要被压起身压死了 - 啊脱节了呀 - 这波OT - 还是吃了四野的亏 - 这波 - 这也就是完全一片空 - 一片黑的呀 - 这波要丢大龙了呀 - 大龙没工作 - 中期打的真的不错 - 但是这一波脱节 - 直接就是吃了一个 - 有经验的亏 - 我觉得 - 这波之前 - 局势已经慢慢开始不开 - 甚至拖下去会一片上去 - 对 - 这也红buff那边一片黑 - 然后边抓了一个调点 - 这就是对的 - 关键是旧的时候 - 队友来的 - 没法来的那么及时 - 看一下 EDG利用这个大龙能打 - 多大的优势了 - 现在经济已经颖现了快一万块钱了 - 这边主要大龙拿了 - 这边最少应该是要掉一路高地 - 我觉得还不止可能 - 因为右边的中期打挺肉的 - 它们完全可以月塔来杀人 - 只要一掉点的情况下 - 可能就可能甚至一波都有机会 - 来了 - 这里飞机炸包直接逼了一些卡马的闪现 - 因为这波正好是青鸭眼跟永恩在分带的 - 这样子第三条龙是看都没法看了 - 这条龙应该EDG也不想打 - 还要利用这个大龙先把这个塔的支援给吃完再说 - 上路去抓青鸭眼 - 这个狗狗的位置要被抵住了 - 打到吗 - 现在选择先踩大 - 还想打的 - 来了 - 剑魔看大面要踩过来 - 但是这个剑魔的杀人很有限 - 是的 - 大家要一拉一下 - 剑魔过来蹭一下被炮车打得好痛 - 奥拉夫自己拿了个火龙 - 加疗一根怎么守啊这里 - 青鸭眼来了 - 直接一脚就能击死了 - 老玄 - 直接金身都看出来了 - 人拉金身来规避一下卡马 - 那个面具的伤害 - 如果规避的话可能要被烫死 - 是的 - 咱们高度过了 - 这里的话青鸭眼传过来了 - 永恩 - 推起一个武器 - 武器也被打成 - 伤路高了 - 加疗印出来印顶 - 但是顶不住啊 - 这炮车已经进来了 - 加疗原地落地保一保 - 但是这里都要加 - 要被小张拆了呀 - 管不了了呀 - 飞机 - 青鸭眼这里没拆塔 - 选择去杀这个飞机 - 哎 - 这一波 - 青鸭眼自己爬 - 可能要被弄死了 - 这一波真的 - 玩心有点大 - 但是这永恩来了 - 还要杀人 - 啊 - 青鸭眼又回来了 - 肯定是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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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 抓到机会了 - 对了 - 恭喜EDG先下一场 - 还是说有惊无险吧 - 对 - 小张这个青鸭眼感觉不能放啊 - 拿了武器出来 - 怎么说呢 - 它起码 - 虽然说能够跟青鸭眼对线了 - 但是 - 没打出那种武器打青鸭眼那种该有的一个优势出来 - 是的 - 这局Alone的卡马 - 也是不知不觉在后面拿到了七个人头 - 这局就感觉建模 - 没打出效果来 - 主要还是因为可能少了个卡马吧 - 真的不怎么好冲阵 - 说实话 - 它每次冲进去被人各种伤害称一下 - 就半血下去了 - 没法继续去吸血 - 他卡马 - 直接它亮建模的时候就被对面一手拿了嘛 - 一二手直接点了 - 但没有办法 - 实话说真的卡马搭建模建模会更加厉害一点 - 好切入一点嘛 - 而且会 - 但这英雄有些时候还是会相对来讲的话没那么好切 - 下一把 - 这一把 - 会做出一个怎么样的调整吗 - 这一把我觉得甲克是已经 - 也是算有点是尽大力的一个感觉 - 给我看了几波操作下来 - 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局 - 卡车 - 想有 Cathy - 甲赞 - 的格叫做 - 比較多! - 重吧